中秋节应景烤肉准备丰富食材 但要吃得安心就要小心选购 因为市府卫生局公布的258件 中秋应景食品鸡茶抽烟结果 有5样蔬果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以下架并移情产地卫生局裁处 另外卫生局鸡茶18家餐饮业 与中央厨房月饼制造业 有5家业者环境有缺失 限期改善复茶也依符合规定 有5件蔬果农药残留与规定不符 分别为辣椒、酪葵、百香果、青辣椒等 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规定 卫生局已责令贩售业者 立即下架该产品 并已请来源厂商所辖的卫生局依法处办 此外卫生局鸡茶辖内12家餐饮业 6家中央工厂的月饼制造业 依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查查作业场所 定型化契约、食材来源文件保存及 食品标示等项目进行击查 其中餐饮业三家、月饼制造业两家 因作业环境缺失 令业者限期改善 经复茶皆以改善规 以符合规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选择有幸运的商家购买 并依照规范使用与保存 而在食材烹煮前要用流动清水清洗 避免残留 另外烹煮生鲜食材要留意 尤其新鲜贝类开壳后要再烤三到五分钟 确保熟透才不会吃坏肚子 民众在采买中秋应景食品前 应选择幸运良好的店家购买 应尽早选用完整包装及清楚标示的产品 购买后应尽早食用完毕 若无立即食用完毕 应放入冰箱避免微生物滋身 选购蔬果时除了选择当季的一个蔬果外 可挑选具有产销履历等可溯远之产品标章 以确保安全 食用或者是烹煮蔬菜前以流动的一个清水清洗 烤肉的时候呢 备类食材除了要新鲜 注意保存也要避免生食 然后另外开壳后要再烤三到五分钟 另外上厕所后或者是调理食品之前也要洗手 才能确保我们的民众食的安全 由于怒罗病毒持续肆虐 卫生局呼吁民众食材一定要烤熟再吃 上厕所后与调理食物前都要洗手 避免惹病上身 几准几分才报不到